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萍 湖南省香香市第三建设公司的400多名下岗工人 为了生存问题星期三到市政府净座抗议 现场有大批警察戒备 工人们成功进入政府大楼并挂出横幅 直到下午官员出面承诺星期五给予答复后才散去 据悉 湖南省香香市第三建筑公司是市政府下属的企业 1999年 市政府把该公司卖给私人企业 工人被迫下岗 目前养老 医劳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的官方媒体表示 被拘捕的艺术家艾未未已经获准取保释放 据新华社星期三的报道 北京市公安机关表示 鉴于艾未未认罪态度好 患有慢性疾病 并多次主动表示愿意积极补偿税款等原因 准与保释候审 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中国铁道部前科技司长兼总工程师周一铭 爆出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为了追求世界第一 购买了外国时速300公里的高铁技术 却硬将时速提升至350甚至380公里 没有经过足够的运营实验 就批量生产 他又指出 金金铁轨 石家庄至太原等路轨已经出现降沉 但当局却将问题保密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在进行安保磋商期间 点名批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引发地区紧张 报道说 日美两国的外长和防长21日在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上 抨击中国的海洋政策导致了地区的紧张 日本外相松本刚明表示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制造了摩擦 希拉里也就中国在南海的动向强调 美国将确保海洋安全 在台湾 陆委会星期三宣布开放大陆 北京 上海和厦门居民赴台的个人邮 即日接受申请 预计本周五将发出第一批宪证 移民署副署长何荣村表示 个人邮将采取总量管制 目前每天限为500人 此外 大陆游客不能参观军事国防地区 国家实验室和生物科技与研发等单位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星期二召开的联大会议上获得了连任一决 他的第二任任期将从明年元旦开始任期五年 潘基文就朝鲜半岛问题表示 希望当事国加强直接对话 交流与合作 通过六方会谈 促成半岛的乌合化 潘基文也重申了访朝的意愿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